因為我是買穿越的,穿越的他只能來回 好,一番手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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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票了 大概要走一公里 現在正要往小霧吊的地方去 從車站走過去大約要1.1公里 十幾分鐘 這是冰川富城河公園 他有一個專門的小霧吊吊點 算是小霧吊的勝地 他走快一點,因為他四點就關門了 我們趕快 這裡有個河川 河川的水跟台灣差不多 果然是市區 我現在就繼續走 趕快到 因為真的時間不多 去體驗一下在日本的唯物吊勝地 就在這裡了 感覺上 應該是 從這裡下去 看到人在釣了 超多人的 超多人的 超多的 我們先介紹一下環境好了 蠻多人在釣魚的 這裡是玩微物釣 玩小物釣的 我們大概再來看 先介紹一下環境 這裡 釣客還蠻多的 嗯 有人已經釣完了 看到魚 應該是釣得到魚 我們再繼續走 蠻多人的耶 這家是 這麼多人 大概就是這個區塊 好 我們等一下來釣到看 我釣不到也沒差 這裡也都是玩小物 我們走到完 哇 他放很深耶 這樣看起來的話 OK 好 他的免費釣魚區就是這個區塊 那我們就 找個釣點來釣吧 他現在已經有解禁了 就是可以使用這個粉額 然後這是他的一個 可以開放的時間 然後 可以釣到的時間 好 沒有這個竿子 可以出界 終於到達這個微物釣聖地 走了大概十幾分鐘 那現在已經時間不多了 今天釣的人很多 我們來試驗看看吧 希望今天不要打龜就好 就算打龜我們也要播出 因為這個地方 是這個微物釣的聖地 他是在冰川護城河公園 從中板橋 東武東 做這個鐵路過來 在中板橋下車走過來 大概十幾分鐘 那我們就準備器材開釣吧 這不算是 網友 海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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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準備開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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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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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行 我剛才有些人 竹中有人怎麼說 不是不是看著 我感覺自己音響還嗎 幾乎座 朱布監督撿進去 就是必要的 很值得 你用了 第一位 我用了 你用了很多人 他用了多好 还行 你用了 你用了 我用了 那你用了 你用了 концurut 我用了 你用了 我用了 超級難調 從樓到尾就咬一次 然後看到的都是小的固文景 那原生魚呢 我看的比較少一點 牛石劑比較少一點 然後現場我看很多人 大家都沒什麼動靜 沒什麼難中 不知道是因為天氣太冷 我們再釣吧 釣到他關門為止 來加油 居然 跳到珠文景 在日本的第一位 珠文景 終於釣到了 這天氣太冷 真的超難釣了 只釣到一尾珠文景 沒有釣到這邊的牛石劑 我看今天的釣況大家都非常的人 沒什麼人釣到 能夠不打龜已經不錯了 好吧 我們繼續釣吧 趕快把握時間 大陸 你可以去看 海中 海中 我們吃的 我們看 它是從一個大老的 小 小 喔! 什麼? 所以他們要提示 所以小隻 喔! 他說這裡的魚很小隻 所以他用的鵝都是很小的 喔!他更小的 所以我製造 製造小隻 我製造 鋼,我製造 嗯哼哼 喔!他是自己做的 我可以給你 你可以給我 喔!謝謝 他說他送我的 拜拜 拜拜 好!已經時間太下午4點了 他們這個公園呢 冬天到4點就關了 夏天好像可以到5點 然後所有人都離開了 然後這個地方真的超級難釣的 我剛剛只有釣到一尾珠溫景 然後有一個當地的釣客跟我說 這個地方在這個東京 是非常有名的小物料釣點 而且名人非常的多 那他很客氣說他不是名人 然後他跟我說 大概的意思我聽 聽起來是說 他的鉤子是自己DIY 然後這裡的魚啊都比較小 所以他的鉤子 他有拿那個放大鏡給我看 他那個鉤子自己做的那個真的很精細 我用整個用放大鏡這種顯微放大鏡去看 才可以看到他的溝尖 所以這邊的魚他跟我說因為很小 所以我的鉤子可能是來這邊釣也太大了 所以有時候有咬遜 然後可能釣不到 因為這裡的小魚提醒不大 真的超級難釣的 所以他們這個地方 我覺得大家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來這邊玩玩看 那這個地方是免費的 那是從這個中板橋車站 然後一直走沿著河邊一直走走過來 大概15分鐘 最慢的話就走得到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邊了 算是來日本一個唯物教聖地介紹 那我們今天就結束了 OK 我要趕路回去了 從北一口回去